他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 凶狠残暴的元顺帝 时常以汉人百姓为棋子 和大臣们玩乐于掌骨间 棋盘上每吃掉一颗棋子 就杀掉一个汉人取乐 还只使援兵在民间 强抓民父兼营掳掠 一个不高兴就通通杀掉 百姓们民不聊生 苦不堪言 而他倍感自豪 狂妄大笑响彻整个皇宫 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这天 暴君像往常一样饮酒作乐 看着武鸡们天天起舞 这叫一个享受呀 突然地上爬满蛇鼠蝼蚁 吓得武鸡和宫女四处逃窜 他也惊魂未定 只喊救命 这时大殿内出现一位红衣少年 看到满地蛇鼠蝼蚁 抿嘴一笑 用金扫帚和金破锦 轻轻一扫 三两下就清理干净 暴君质问你是何人 少年笑而不语 直接变换到龙椅上 左手捧日 右手捧月 目光犀利地瞪着暴君 他还嚣张地质问 少年干脆坐上去 一个眼神 地上立刻又爬满蛇鼠蝼蚁 吓得他惨叫连连 暴君被噩梦惊醒 慌不择乱地要跑 恰巧皇宫剧烈晃动 太监进来禀报 清德殿中间塌陷 出现一块石头 种种迹象让暴君坐立不安 立刻召集大臣商议 只见石头上写的 天苍苍地茫茫 干戈镇 魏脚方 原重改 日月旁 会议统 东南方 大臣分析红一者赤 朱也 想必此人不姓赤 必姓朱 日月同落于双掌 必定执掌乾坤 又有大臣分析 原重改 日月旁 说明有人要造反 日月二字合为一个名字 会议统 东南方 寓意朱姓之人在东南方一带 暴君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可待三万大君前去东南方 与朱姓者 傻无赦 于是各地狼烟四起 老百姓惨招屠戮 原兵就这样抓了八年杀了八年 转眼小虫八已长大 他为了帮母亲减轻负担 独自一人在山上挖野菜 却不知危险将至 有几只野狼悄悄走近 准备把他撕碎 饱餐一顿 小虫八也没见过这阵势 着实吓了一跳 我在挖野菜 不许吵啊 谁知野狼接到命名似的 乖乖听话 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 趴在地上等着指令 顺便扮演保护他的角色 这金龙转世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小嘴就跟开了光似的 这时的燕儿到处找小虫八 李彪说他可能在山上 等他们找到小虫八 看见野狼吓坏了 李彪拿起棍子打 燕儿拿起石头打 反而野狼更加凶狠 准备上前撕咬两个大人 你们不许伤害我娘和彪叔 野狼立刻安静 小虫八又让他们回家吃饭 野狼转身离去 我的天哪 这也太神奇了吧 把燕儿和李彪看得也是目瞪口呆 百思不得其解 燕儿觉得一定是上天在保佑着孩子 准备第二天去庙里烧香拜佛 自己娘亲虔诚地拜佛 小虫八却坚持不拜 引起了大师的好奇心 便问来了寺庙 为什么不磕头求佛呀 怎料小虫八的回答 根本就不像一个只有八岁孩子能说出来的 关注我 下集接着说